70多岁的王力甘 大家都叫他阿甘师姐 住家楼下就有一个环保点 时常来寻一寻看一看 已经变成习惯 回收直晚放的位置不对 他立刻归位 废弃的书籍也要事先整理好 他很尽责任 就是要保重身体 才能继续做吃剂 我们会鼓励他多吃一点 然后他怎么吃少量多餐 法经关怀带来温暖 病痛考验着他 有肝纤维化的问题 五年也可以啊 我赶快把事情做一做 不怕生命倒数 只烦恼没有尽力把事情做好 即使回到社区 想的也都是环保工作 回收的资料要剪掉个资 这样的小细节他注意到了 阿甘师姐从年轻帮人订做衣服 到现在还是有订单上门 幼肩酸痛是长期职业病 再加上肝脏无声抗疫 现在他学会放慢脚步 欢喜复出 也要把健康顾好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这些东西说 好